直美悄悄摸回家 顺着一楼窗边的大树爬到二楼 进房间后 又旋即悄悄摸回一楼大厅 女佣长谷松在打电话 无非还是直美去美国留学的事 电话那头不是别人 正是直美的父亲 偷听完毕 直美装着刚回家的样子推开大门说 我回来了 长谷松反问 刚才不是回来过了吗 直美不接话 冷嘲热讽道 长谷松小姐自己去美国吧 我不去 我男朋友不让我去 这也就是直美家了 东京半山别墅 所谓别墅 就是说 这附近别的没有 除了一丢丢房子就是树 同样的 除了一丢丢树都是房子的 叫小区 每天早上 每天中午 每天晚上 每天任何时间 这个男人 都像块牛皮糖一样 连着直美 而直美并不知道 直美今年大学一年级 重疾算不上差 但也算不上好 学校算不上差 但也算不上好 直美父亲的意思是 与其这样在日本混下去 不如到美国留学 看看空大的世界 再一个星期 直美叫走了 这个消息 班上所有同学都知道 不过对直美来说 他最最在意的 只有学长一个人 我们学海边吧 学长这样说道 学长问一个女同学借了钱 载上直美直奔海边 学长送了直美海螺项链 直美心里乐得开花 海螺他见得多了 学长送的 格外珍贵 天黑了 学长还带直美去了 不错的餐厅 两个人聊了不少 听说直美没有男朋友后 学长问 今晚 不要回去了吧 直美先是拒绝 三四后又觉得 其实 不回去也行的 入夜的旅馆格外安静 月色照在脸上 连呼吸都变得暧昧 学长的手伸了过来 脸慢慢靠近 直美心脏蓬蓬直跳 心提到嗓子眼 中沉醉的 门铃响了 一个双冲直美叔叔的男人找了来 学长不想惹麻烦 赶紧拿上一副跑路 学长这一走不要紧 直美慌了 完蛋 碰上色狼了 就这样 直美和跟踪 保护他的侦探秀义 第一次重视见面 竟然是在警察局 次日清晨 如直美预料了那样 黏呼呼的侦探先生 又出现了 直美跑啊跑 跑啊跑 快到车站时 突然放慢脚步 然后趁侦探一个不注意 窜上电车 直美今天心情坏透了 被那个黏呼呼的侦探 跟着不说 道歉也被学长拒绝 正当直美沮丧至极 毫无办法时 侦探先生说 他要电话多少 我帮你弄到地址 按照侦探先生弄了地址 直美找到了学长家 可是门铃按了半天 就是没人开 直美说不出的失落 今天晚上是送别会 很多同学都来 但是直美只想看到学长 晚上八点 送别会准时开始 同学们唱啊跳的 送别会只是个噱头 都奔着派对来的 学长到底还是没来 直美等的花都谢了 最后一去 直美想开了 和侦探先生一起跳 也不是不可以 侦探先生跟踪保护直美 很长一段时间了 按照委托合同 直美什么时候去美国 她的工作什么时候结束 以前直美不知道 工作都在暗处 现在挑明了 反倒轻松很多 不过呢 侦探先生显然没料到 少女的好奇心 和猫不相上下 直美悄悄跟着 溜着电车的终点 侦探见了一个女人 一个浓妆艳末看起来不太重景的女人 女人叫杏子 侦探的前妻 现在是地下夜总会老大的情妇 而侦探呢 则被老大的妻子委托 调查这起婚外情 对侦探来说 工作要做好 但夫妻情分也要顾及 所以这个月交报告之前 小小透个风 也让杏子心里有个准备 地下夜总会 侦探并不陌生 她年轻时是这儿的常客 下到复一楼 侦探无意看到 兔女郎又被打了 本问也知道 无非是女儿想辞职被拒绝 刚进大门 侦探就吃了一惊 好嘛 今天自己从跟踪对象了 和侦探相比 直美才功吃惊 兔女郎服务生 竟然是学长的女同学 这个女同学的脖子上 还戴着学长的熊猫项链 直美这才明白过来 学长对自己 不过是一时兴起 那晚 直美喝了不少酒 是被侦探背着送回家的 而也就到这时 直美才知道 侦探和杏子离婚 是因为婚外情 不是杏子的婚外情 而是侦探 两人离婚后 杏子回到夜总会 认识了新老大国旗 并顺利做了她的情妇 也不知几点了 侦探迷迷糊糊被摇醒 是杏子 国旗死了 洗澡的时候 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次日一早 直美从新闻上 看到这一消息 国旗直美是不认识的 但新子的话想她熟悉 必须昨晚才见到 少女的好奇心 看病男人的谎言百宝相 用之不尽 取之不解 直美本想关心两句 谁知道被侦探拒绝了 重在这时 一辆黑色轿车开进小巷 女人的直觉告诉直美 他们一定是从侦探型上来的 黑道电邮都这么演 更危险的是 杏子此事 就躲在侦探家的浴室 侦探慌了 忙拉着直美跑 从后床跳下去 能跑多远跑多远 杏子不肯 他瞎都吓死了 腿软 走不动路 看他们这么扭扭捏捏捏的 直美一把拉过杏子 他有一招 不知当用不当用 这紧急关头 侦探没办法了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好在 来了这几个笨头笨脑 都被直美吸引住 没动手缩房间 顿了顿神 直美又想了一招 通过隔壁邻居家跑路 黑道电影都这么演 经过沟通 侦探以5000日元 买了隔壁一个旧衣柜 并叫来搬家公司 最后 直美带着二儿回了家 回了自己的家 直美觉得 只要找到新手 性子就不用被通缉了 直美还觉得 凶手就是被害者妻子 毕竟他老公搞婚外情嘛 性子坦白道 不 委托是我下的 我想通过这件事 逼他离婚 如此一来 案子迷糊了 聊了一会儿 常古松端茶走进来 说 不管杀人还是被杀 总之 和我们家小姐没关系 你们在这里 是不是不太好 直美反驳道 要是赶他们走 我就不去美国 说完 直美又补充道 常古松小姐和爸爸的关系 别以为我不知道 常古松转身拿来护照 当着直美的面死掉 说 我和他们在这里 小姐一个人去美国 这总可以了吧 次日清晨 直美看到侦探樊 他心里痒痒的 樊樊这种事就是这样 一传十十传百 很难管 直美来到被害者葬礼 装成吊咽的人 女人的直觉告诉直美 丈夫死了 妻子有最大嫌疑 经过跟踪 直美果然发现异常 被害者妻子和一个胖头鱼手下 在后院关起门搞起来 同样发现此事的 还有侦探 可被害者妻子乱搞的胖头鱼 叫宫崎 是国企会馆的一个小头目 为了拿到重据 侦探潜入宫崎豪宅 准备录音取证 重的此时 直美探头探脑 竟又摸了来 侦探又急又气 但客户是上帝 总不能骂他 录音结束 一切顺利 不巧的是 一辆玻璃车刚好停在队过 侦探和直美暴露了 不一会儿 一群炮头鱼窜进来 二人拔腿就跑 最后 两人慌不择路 躲进一家情人旅馆 直美生平第一次 在这种地方 新鲜得很 直美四处看 她觉得 也许凶手是先藏到房间再动手 黑道电影都这么演 侦探安诺开关说 你看 床是机械的 天花板都是镜子 不可能藏的 直美和侦探回家 已经是傍晚 诡异的是 家里大门竟然开着 平常这种时候 应该是关起来的 宫崎来过了 带走了长谷生 信子都在暗室 才逃过一劫 宫崎在电话里说 明天正午十二点之前 拿信子来换 如若不然 就杀掉长谷生 信子叹了口气说 我去吧 我不能连累别人 侦探掏出磁带说 我去 我去见老国企 让他闲听磁带 直美拦住说 不是明天才截止吗 你们急什么 经过讨论 大家一直决定 先把磁带复制一份再说 离婚两年了 侦探和信子都变了不少 侦探更沉默寡言了 信子的酒越喝越猛 夜深人静 夫妻二人无事闲聊 三两句又聊会离婚那会儿 侦探仍旧觉得遗憾 那阵子要是自己没搞婚外情 信子也不会一气之下打掉孩子 信子的嘴唇动了动又停住 闷掉一口酒说 今晚就今晚陪在我身边吧 不一会儿 奇怪的声音打破夜的瓶颈 也聊起少女懵懂的心 直美颤颤未必走出家门 脑子里红一片绿一片 晕得很 直美去了酒吧 像个熟练的约克一样傻作喝酒 不到半个钟头 一个中间男人走过来搭讪 雨夜 临街旅馆 家家满房 男人显得很不耐烦 转了三条街 二人终于找到一家 这家店之所以能入住 是因为这个房间 刚刚发生过谋杀案 直美来了兴趣 得 正好调查调查 直美借口洗澡钻进浴室 把玻璃蒙住后 开始四处找动 秋日满四面墙壁后 直美在天花板 发现一处巨大的排风口 直觉告诉直美 没错 就是这里了 不过 这个发现也许太迟 性子已经换回长谷生 侦探先生也走了 长谷生说 拿了牌带子走的 直美赶紧追出门 那份录音被他锁起来了 侦探拿的 肯定是流行歌 直美凭着人出无害的少女去 闯进国企会馆 闯过马带子交到老国企手中 宫琦这下无话可说 立马断止道歉 不过 杀人什么的 他不承认 直美告诉老国企 先生 我调查了 排风口 农藏人的 在直美的带领下 国企会馆全体出动 直美更是当着老国企的面 还原了犯罪现场 不过 在直美真的爬进风道后 他却发现了一根 熟悉的刑保项链 直美没有说出项链的事 况且他要证明的 和这项链也没什么关系 至此 这起谋杀案算是完结了 不过 对警方来说 现在的性子 永久是通缉犯 包庇性子的侦探 同样被抓了走 也许那个胖头鱼不是凶手 也许凶手另有欺人 也许 直美 也许准备赚钱 甚至跟那里的人过夜 数次发生关系 某天 学长把自己的熊猫项链送了出去 女同学大为感动 就离开夜总会 但是老板不给走 甚至威胁他 要把他的裸照发出来 还要找他父母 经过一番思想斗中 女同学打听到老板的行踪后 躲到疯到伺机将其杀害 只每天的瑟瑟发抖 更发抖的还在后头呢 女同学怀孕了 孩子是学长的 女同学自首后 侦探和杏子都被释放 经此一事 杏子仿佛又回到从前 面前这个男人 多么可靠 多么值得爱 杏子想 是不是 可以一起生活 侦探摇摇头说 对不起 我现在只能一个人生活了 直美明天就要走了 这一周以来发生的一切 都将变成回忆 以后想起来 这算是美好 还是遗憾呢 直美很难给个定义 听说侦探和杏子都被释放后 直美有了答案 总算 结局不算坏 直美突然问 长谷生小姐 你和我爸爸真的相爱吗 长谷生微微笑 很有深意地说 这种事情 说出来就不珍贵了 爸爸和长谷生小姐 是相爱呢 还是不相爱呢 直美到底还是没有得了答案 不过 今夜的直美 想给自己的问题找个答案 侦探先生在洗衣服 家里空空躺闹和从前一样 杏子小姐呢 直美问 侦探有些敷衍地回答 不会见面了 以后也不会见面了 按照协议 侦探和直美的关系已经结束 但是 侦探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直美为什么知道酒店的风道 听了直美的一夜清后 侦探有些气 家长一般的气 侦探反驳道 我不是小孩子 我不是你以为的小孩子 直美提出 既然留下来过夜 侦探摇摇头说 我很累了 对不起 直美非常失落 临走前告诉侦探 我在酒店什么也没做 我喜欢你 这个夏天就这样结束了吗 和侦探先生 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了吧 次时六点 直美一个人来到重天机场 随身携带的 只有一个简单的行李箱 办完手续 直美跟着人流走下楼梯 而就在此时 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